那么这一几个的话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管理好吧 又成员管理成员管理的话哈 呃在这里我就做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把这个成员列表把它给展示出来 实际上的话可以做的更加复杂一点的话 就是比如说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呃系统当中哈 他用哪些角色列出来对吧 这个用户他是属于哪一些角色都可以列出来 好 但是哈 这一个部分的话 如果拿给他讲的话哈 那涉及到的支持点的话就比较多了 是并且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解那个捐狗课程当中的时候哈 还有那个view叫捐狗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东西讲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讲了啊 好 在这里哈 我们的话就直接把我们的那个后团和这个前端啊 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去实现啊 来到我们的这个views当中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跟大家讲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叫做userview 知道我们实现的这个pull的方法 呃这个的话哈 因为我之前讲讲这套课程哈 我这是第二套这第二次讲这个课程啊 之前的话讲那个的话没有声音 说的话我重新讲得下哈 但是有些代码的话没有上干净啊 不好意思 然后的话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在这里你就写一个userview 知道话是让他继承字apiview 写这两个就可以了 好 然后的话我们上这个讲的那个 你就把这个代码写上去对不对 好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get的方法 是我们本期的当中需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什么呢 直接返回我们这个系统当中 所有的这些用户 好吧 这个代码的话是非常好懂的 对吧 先从用这个user 获取到所有用户 知道的话在这个地方用一个蓄力化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一个cure set的对象 所以的话我们需要给他指定这个many是等于tru 好 那么的话再把这个东西蓄力化 把它给返回回去啊 好 说的话这个后端哈 实现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再来实现一下我们的这个前端啊 首先的话我们先在这个地方的话来新建一个view文件 叫做这个member 我就给他叫做memberlist.view 好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我们来写个view啊 好 接下来的话再把这个模板代码来实现一下啊 这个模板代码的话我就直接把它给拿过来了啊 他在这里的话有个叫做user list的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变量叫做user list的啊 就是这个用户的一个列表啊 好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就要去从网络上面去发送这个请求去获取我们的这个用户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的话就来到这个multi的声明周期行数当中 实际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这个http.js当中先去写一个获取用户的这个api 那么的话就是getusers啊 好 在这里的话我们给他就是写个url是等这个什么的authoruser对吧 然后他是用get的请求 那么的话就是returnthis.http.geturl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的话 或是我这个地方的话是getlist吧 好吧 好 这样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memorlist的 实际上的话在这里就是什么呢 this.http.getuserlist对吧 好点赞 好 然后是useruseruserlist就直接啊 this.userlist就是等于这个is.data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可以了 以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呃 不对 我们现在的话还要去把这个页面给他放到我们路由当中定一定一下对吧 那么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rooters.js当中 实际上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给他添加一个啊 这里的话叫做这个什么呢 叫做呃 users好吧 来导入这个组件 好 是我们的这个useruser啊 不是memor叫做memorlist的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给他叫做叫做memor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写好了 接下来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frame当中 实际上的话再找到这个地方哎呀我们的话把它给改成这个memor是对吧 好我们的话再按下孔着加次保存一下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当中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让他访问一下这个首页啊 好我点击成员管理 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了啊 有了啊 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可用状态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他经用的话 就是如果你想经用某个人的话哈 那么这个人他是只能够是非管理员的非管理员的情况下才可以 好吧 好那么这一些的话哈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那个jango和那个view加jango的时候都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 好吧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哈 可以给他做一个格式化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memorlist的当中 在这里啊 来 加入的一个时间啊 这里话 用的是proverse 我们的话如果想要修改哈 那么的话就只能够这样 就是template start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呃 scope好吧 就是我们定义自己的模板去展示这个东西对吧 好 然后是这个嗯 scope点这个肉点这个什么呢 data join的 join吧 我看一下那个后端的那个 那个他的名字是是啊 他的这个自带名叫什么啊 就是加入的那个时间啊 呃 data join的对吧 join的啊 这的话对他format啊 好 再来按下恐龙加斯保存下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哎 这个地方没有哈 我看一下啊 好 现在的话有了哈 并不是代码的问题 是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没有刷新 啊 重新刷新一下就好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员的一个管理啊 就讲的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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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